有少少… 高一點 有少少夢幻 因為我剛剛跟大家說 其實我的焦點在兩首歌上 所以獲獎我就沒有去想 所以很開心很難得可以獲得這兩個獎 希望自己會繼續加油 其實算是 所以很感謝大家投票給我 這兩個獎項 會是我在公司工作以來 一個很好的里程碑 我會繼續加油 因為其實我是第一次 在萬千星徽班獎典禮 自己一個人獲獎 所以這兩個獎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其實我真的是說話有限公司 我經常跟他們說話的時候 都要想一大量 因為已經經歷過幾次的班 一頓獎禮 我已經不知道要說什麼好 但是很感謝大家 一直以來的愛惜是真的 如果沒有大家 我覺得都是沒有我的存在 也都不可能更加 不可能會獲得獎項 所以希望以後的日子 都由大家陪著 也都希望自己可以陪著大家 其實獎項的確會增加自己的自信心 因為怎麼說呢 一直有家人的陪伴 一直有朋友、老師、前輩的陪伴 一直有粉絲的陪伴 其實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但是獎項是大家一起投票出來 所以又不是說有信心多了 而是覺得這個是背負著很多人 投票給我的一個使命 所以我很想自己一定要做好它 大家也很擔心你會不會不夠時間休息 時間方面 其實是要的確好好衡量 我會努力去把握 爭取每一分的時間去做任何的事情 什麼事情 都很想的 因為平時唱歌 就唱得比其他事情做得多 所以希望自己可以再試多些不同範疇的東西 令到自己再去進步 那現在門門會不會做些東西再來 可以 其實今天完了之後 我決定自己要喝水果茶 所以我覺得已經很足夠 我會在回香港的時候一直喝 因為其實我昨天聽到各位工作人員說 嘩水果茶真的很好喝 然後我就決定 我就決定今天唱歌要喝 因為唱歌真的是很麻煩的 什麼都不能做 什麼都不能喝 什麼都不能吃 真的很痛苦 所以等待完了我就可以喝 多謝大家 那會不會帶個獎 你拿這麼多獎 會帶點獎回家人嗎 很想 但我想他們剛剛都有看直播 我也希望他們會替我驕傲 也希望自己可以繼續加油 拿到這兩個獎項 希望自己 如果有機會的話 都可以 去 去 把這個獎項發揚光大 自己去幫助更多不同的人 對 也希望可以值得去鼓勵大家 對 那我說了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剛剛說的話 但是 我覺得是要兩邊去發展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讀書和唱歌一起做的原因 是大家互無 讀書的東西未必是唱歌可以做到 但是唱歌的東西未必都可以在讀書上讀到 那所以 無論它多難都好 都希望自己可以平衡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